大家好,歡迎回到第二場的健康網上談。 歡迎來到由中橋互助會嘉華醫學會 與嘉華醫學會聯合舉辦 UBC安康健康網絡協辦的健康網上談。 本場的講座題目是 《互利認知障礙者的心得》 將由劉鄧瑞營註冊精神科護士駐港 以廣東話進行。 今天的講座將以廣東話精神。 今天進行講座的地點於馬斯坤、 斯坦米珠、塔斯里爾、 旭特斯這些西岸原住民族傳統和未被割釀的領土上。 我們向這些民族致謝, 讓我們可以在這片土地生活。 活動開始之前, 我們要多謝一下以下的贊助機構, 包括金贊助 Sekuris, 贊助Beyers, 倫敦Drugs, Pfizer, 以及傳媒贊助 華僑之星, Doremi Mommy加油站, 加拿大中文電台, 明報, Omini Television, 星島日報, 中橋新天地, Super Mommy Club, 人在溫哥華和加西網。 以及本場講座的合作夥伴, 維多利亞大學和Self Management BC合辦的 培養健康自我管理的能力免費網課。 感謝他們的支持, 令到今次的活動得以順利舉行。 大家都知道今年的健康網上談是以網上講座的形式進行。 除了今天之外, 大家都可以在10月24日、11月7日和14日未來這三個星期日 下午兩點鐘參加我們的健康網上談講座。 我們還有Facebook Page、WhatsApp和WeChat Group 可以加入我們的Page和Group 來得到最新的消息。 今次的活動都會在YouTube直播, 而每一個講座是40分鐘, 其中10分鐘是問答環節Q&A。 大家可以在Zoom或者YouTube以下的聊天功能發送問題。 或者在WhatsApp或WeChat Group提問。 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們會抽選一些問題讓醫生回答。 在剛開始之前, 我們邀請了本場節目的合作夥伴 維多利亞大學和Self Management BC合辦的 培養健康自我管理能力。 免費網課的負責人Courtney看醫生, 介紹一下她的免費中文課程。 有請看醫生。 大家好,我是維多利亞大學的Courtney。 我是負責培養健康自我管理能力的課程。 多謝中橋給了我們這麼好一個機會。 簡單介紹一下我們這個父母怎麼可以幫到大家。 這個培養健康自我管理的能力課程。 過去十幾年當中, UBC的政府是支持我們, 已經是為了大溫地區的華人, 免費舉辦了近350個。 這個課程就給大家, 系統去學習, 怎樣去運用科豪的理念和可行的辦法, 來有效幫助自己和家人, 全面和持久地去維護, 深深的健康。 因為任資障礙症的環節, 那些特別的需要, 很多時候照顧他們的朋友, 需要經常陪著他們。 很耐心去理解他們的需要和感受, 很包容他們和自己, 不斷地提醒和鼓勵他們。 很多基本的東西, 吃東西、睡覺等等的方面, 都需要很好用心。 但是同一時間, 為了自己有充足的精神和能力, 都需要睡得好些, 做些運動, 滿足到自己的社交, 和興趣、愛好方面的需要。 但是花了這麼多時間去照顧別人, 自己這個自由度, 這個空間就是減少多少。 所以在這個持久的壓力底下, 就需要很捨得點去舒緩情緒, 和聯合地去安排時間。 所以作為照顧者, 大家覺得是否我們需要很明確, 了解自己和我們照顧, 那些的認知障礙症的患者, 他們的身體和情緒方面等等的需要。 學校如何去聯合地安排, 就不是很固定的時間表, 可能能承行得到的, 都需要很靈活。 還有,學校如何解決一些 驗實的問題, 懂得如何更好去溝通。 還有, 了解到舒緩情緒, 減輕壓力, 用一些簡單的辦法, 放輕鬆自己, 可能每天都需要。 所以, 我們這個培養健康自我管理能力, 這個課程, 就是為了幫助大家, 好系統,好全面, 在學校, 承托有幫助的技巧, 就好像給大家一個工具箱, 把握到各樣不同的工具, 來幫助自己和幫助人。 這個健康自我管理能力的課程, 其實是美國, Stanford大學醫學院, 編寫的。 這個禮拜的課程當中, 就好系統的講解給大家, 如何更加有效, 改善睡眠, 均衡, 吃東西, 吃糧, 吃多少是對的。 還有, 都知道大家的時間很緊備的。 所以, 這個運動又是做得全面, 怎樣去令我, 都可以讓自己隨時隨地, 做些幫助自己放輕鬆的運動。 還有, 如何真正溝通, 用一些簡單技巧, 讓自己減輕壓力。 以前, 讓自己多了解自己的情緒, 如何儘快舒緩。 這個課程是小組的形式舉辦的。 所以, 成員之間, 透過分享, 我想, 勾勾自己, 十錢當中的經驗, 可以彼此啟發, 鼓勵大家一起採取行動。 入行後, 我們一年半以來, 都改為網上課程了。 方便大家在家中, 都可以參加得到, 不用過去, 都需要走出去, 去到社區當中。 每一個禮拜, 這個課程是一個半鐘, 連了錄的禮拜是完成了的。 這個課程做了深深離行, 不僅是聽一下, 聊一下, 讓大家放輕鬆。 每一個禮拜, 大家都可以為自己, 訂立一個很實在的行動計劃, 將自己聽到的東西, 學到的東西, 直接去運用出來。 同一時間, 我們去幫大家解決, 當你在習慣當中, 遇到一些具體的問題。 如何解決問題, 這也是很關鍵的。 我們這個課程, 在前面, 就是短短路的禮拜, 幫到每一位, 希望都可以實在提高, 照顧自己, 和其他人的能力, 和信心。 下一期, 我們這個如雨的網課, 逢禮拜一, 上週九點半至十一點, 十一月八至十二月十三, 每一個小組, 網上課程學, 都可以開始舉辦。 鼓勵大家邀請自己, 有需要的家人, 和朋友, 共同參加, 大家給予鼓勵, 這類的效果更好。 如何報名呢? 請你將自己, 如果你有興趣, 覺得自己是需要的, 可以有些幫助, 你試一下, 就將自己的名字, 電話, 和家庭的地址, 去電郵給我們。 因為我們這個網課, 我們的資料, 需要提早刪去, 給大家家裡當中。 你開課當中, 就可以對著資料, 一邊聽一邊看。 請你刪去, C-K-A-N-G-A-D-U-V-I-C-D-O-T-C-A。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和疑問, 都可以打電話給我們。 6-0-4-9-4-0-8-9-6-7。 如果11月至12月, 這個時段不適合你, 我們這個課程是整年, 每一個月都開三幾班的。 請你打電話, 還是電郵, 告訴我們, 下一年初年, 哪個時間, 更方便參加。 我們就盡快, 安排了之後, 通知你。 希望盡快, 看到大家在網上, 看到大家的臉, 我們一起來, 學習如何成為更加有效的自我管理者, 讓自己和家庭人, 都有當中得到好處。 多謝大家。 很 Flat。 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參加這個環節,就是我們安康健康網的健康研討會的 很高興再一次能夠和中橋護助會健康網上談這個活動一起和大家研究一下這些健康的資訊 首先免責的聲明,今天我們所說的內容是不代表我們這個組織或者是資助者的 即是BC省衛生廳的觀點和大家要注意我們所提供的內容不取代任何專業醫療的建議 領土確認我們BC大學是溫哥華的校園位於Moskriam原住民的傳統祖傳和未被割釀的領土 我們的單位亦都確認今天各位都是由很多不同的地方加入我們並且承認其他傳統的領土 我是Barbara Ho,陳雨馳,我本身就是註冊護士,是任職在一個診所,專科診所 同時也是安康健康網的中文部首席護理主任 簡單地介紹一下我們安康健康網絡是什麼 我們安康健康網絡是由BC大學醫學院數碼急救醫學部發起的一個項目 並且是省政府衛生廳患者為伴這項目所資助的 我們最主要的目的都是希望透過舉辦這些健康講座工作坊和運用網絡的技術 將正確和可靠的健康資訊和大家分享的 來幫助多元文化社區的民族認識如何預防和自我管理慢性疾病 我們不單止希望本地的民眾可以積極參與我們的活動 透過網上直播更加希望能夠將這些健康資訊伸延到更偏遠的地方 甚至乎是海外的朋友,讓大家一起努力改善身體 健康對每個人都非常重要 如果沒有健康的話 無論你是退休人士、工作人士、讀書人士 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BC省醫療保健系統都一直鼓勵大家尤其是長者 盡量保持健康和獨立的能力 一直都推廣預防性癒治療病重淺中醫的理念 今天我們希望帶給大家一些提示 剛才說黃醫生說得很仔細關於腦退化症 我們也希望幫助一下照顧者 無論你是家人、照顧自己的家人或是照顧朋友 怎樣去護理自己 一些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今天鼓高興請到Winnie 她是一位註冊精神科護士 在溫哥華沿岸衛生局 長者心理健康和藥物濫用中心 已經服務了17年 她目前是在溫哥華東北地區 擔任個案經理 同時也是溫哥華沿岸衛生局 長者心理健康中心的接診護士 Winnie對心理健康的多元文化領域特別興趣 主要是跟華裔年老體藥的長者和家屬一起合作 我們請Winnie跟我們分享一下 各位好 好 嗨各位好 好多謝今天我可以上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什麼提示 去護理認知障礙者的心得 或者我們三部分 剛才黃醫生都說得很清楚 腦衰退症的情況 他裡面又說到 家人壓力什麼時候去幫忙 或者我又撐氣 又說回分三部分 怎樣的提示 在腦衰退症我們說起 或者是初期或者中患者 怎樣跟他們溝通呢 首先我很多時候都會說簡而精 要簡單很慢很精簡跟他們講話 保持很簡單 不要那麼繁複的指令 譬如好像很簡單 他起了山 你就會跟他說 你起了山 現在好去廁所了 去完廁所記得去擦牙 擦完牙出來吃早餐 嘩 怎麼消化到呢 給他們太長太沉重太複雜了 不如我們直接說 他起了山 你起了山 不如先去廁所 那他去完廁所 下一步就說 不如去擦牙 擦完牙之後 我們一起出去吃早餐 那是不是簡單了 或者他又很清晰明白 你說什麼 那通常如果我們說話的時候 那個環境要很安靜 那譬如如果開了電視 山機就關掉它 起碼它可以靜靜地聽你說話 又可以專心知道你說什麼 那很多時候我就知道 很多老人家 他又會撞攏 那又有耳龍機 那耳龍機很多時候 他們就不喜歡戴的 他就說很多摘音 我不要 那很多時候 我們去見那些病人的時候 就會用pocket talker 即是那些抗音器 那那些抗音器 就是說 他用的時候 我先戴上去耳朵那裡 那就可以 他會聽得清楚一點 那很多時候 如果你不用的話 那就拿出來 那他們很多時候 都聽到你在那裡 容易聽到你說什麼 還有呢 問的問題 就是問一個問題 一個問題 接著就不好 一次過 像剛才我跟他講那麼多 那或者問的問題 就是被 只是被他答到 是與不是 好了 譬如說 你今天想喝什麼 哇 我今天想喝什麼 我想喝 我不知道 我想喝茶 想喝咖啡 想喝水 我想喝juice 但是 他會跟你說 我不知道 那麼多東西 我怎麼說給你聽呢 那不如 我們直接問 說 你今天想喝咖啡嗎 是與不是 是不是 那或者他說 我不想喝咖啡 那或者他喜歡喝水 又去再問 你想不想喝杯水呢 那起碼呢 他就會容易答到給你 又沒有那麼煩 那他的層次 就是他組織 比如好像 黃醫生剛才都說 是越來越差 現在他的腦細胞越來越弱的話 他們想的方法 沒有那麼 好像我們 那麼一層層的 好組織上面 這樣知道你說什麼 那麼 另外呢 就是保持的良好眼神 看著他 起碼他知道 你和他在說話 那還有用非語言的指示 就是不要跟他爭奪了 那有時候 你或者 遞一些東西給他 指給他看 就不要那麼抽象 說 那個杯子在櫃檯上 你就去拿 那樣 但是 或者 拿個杯子給他 或者 帶他去 或者指著那個杯 那這些都是用非語言的提示 那麼 最後就是 避免 批評 就是不要跟他爭奪了 不要跟他 他講那些話 你就說 不是這樣 很多時候 家人會跟我說 很簡單的 他去了廁所 我已經提他去衝刺 但是他沒有 我每一次都提他 他都是不記得了 那 有沒有幫助呢 沒有幫助 你會令到他 會更加 有時 猛診 他會說 我去了廁所 我有衝刺 是這些人沒有衝刺 或者你 不記得衝刺 關我什麼事呢 那 這樣爭奪 是沒有幫助 你也會很猛診 所以 我覺得 有得他 對啦 如果他沒有衝刺 你就跟手 幫他衝刺 不要緊的 是不是 好了 我的章節 就是有少少 轉圈 你給我一點 少少時間 我 我幫幫你 Winnie 麻煩你 請我分享 是 讓我分享 我剛才可以動 OK 那我們跟著呢 就是 當 腦衰退症 跟著 如果他們 是晚期的時候 很多時候 他們的語言 已經是 失去了 或者他們 不可以表達到 他們的意思的話 很多時候 我們都用 非語言 來答救他 那 很多時候 或者 你見他 好像作樂不安 好像有些不舒服 那 或者那個時候 他們又表達不到你 我不舒服 那或者 有時候 拍一下他的頭 你是不是頭痛啊 或者用一隻手 你是不是冷啊 想不需要穿件衣服啊 那 那這些是用 非語言的 來提示 那剛才黃醫生 都說的 很多時候 我們用一些 音樂啊 或者說回 他以前的往事 跟他一起說 都很有幫助的 那 有時候 我們想不到 有些什麼 再可以說的話 都不要緊要的 其實 就 你向他旁邊 都很緊 很重要的 他是 感覺到 他是 感覺到 你在旁邊 來支持他 OK 那我們說完 這些 怎樣跟他們 溝通 那 其實 我們 照顧 病患者 那些人 那些 家人 太太 或者子女 或者丈夫 其實他們 都 很辛苦的 我 很明白 他們 真的 24小時 去照顧 這些 病患者 那 有時候 我就 經常都 跟家人說 我說 你要照顧好自己 要身體健康 那你才可以 照顧到他 如果 你病了的話 那 誰照顧他 是不是 所以 照顧 家人 有時候 要看 你的壓力 不要太大壓力 那 有時候 家人 就會跟我說 我都沒有壓力 我照顧他 但是 很多時候 你會看到 身體的變化 或者其他情緒的變化 就可以一個訊息 告訴你 你有壓力 是 那你有壓力 那個病患者 都有壓力 當你很猛 很生氣 這樣對著他 因為你天天照顧他 有時候 你都會 真的 很猛的 是不是 那 這個沒有幫助 有時候 我們就看看 當你有壓力時 那個 警號 在哪裡 到開始 那 有時候 你就會很生氣 很沮喪 為什麼偏偏 尊重我 是不是 為什麼 我家人 會有這些 我要做這些 那 又或者 唉 很孤立 我真的根本 不想再跟別人說話 就是 無謂說了 說來都沒有用 那 我又不想見人 睡覺 睡得不好 當你睡得不好 的時候 你就很累 那 有時候嚴重了 可能會有憂鬱症 都未定 又會影響其他的身體的健康 身體又開始出問題了 那 怎樣去減壓呢 OK 第一樣東西 怎樣減壓呢 你要走出第一步 給人幫你 OK 給人幫你 你就會覺得 好像 不是在那裡孤身作戰 會有人一起跟你並肩去作戰 會有人一起跟你並肩去作戰 還有找支持 所以你就不會覺得很孤單 因為一起幫你去作戰 那 第一樣東西 就是說 運用完所有社區的資源 去了解它 又運用它 我們加拿大的醫療系統 不差 OK 那所以 譬如你需要 那個病患者 要人幫你洗澡 或者幫你去給藥 或者弄熱的東西 我們溫哥華的衛生局 是可以派人過來 幫這些病患者 那很多時候 我都會跟家人說 當他們來幫忙的時候 你自己出去 透透氣 走十分鐘 十五分鐘 出去 透氣 吸含新鮮空氣 回來 又要繼續做 那應該是其中一個幫法 是可以減壓 是吧 又或者去參加一個 就是支持的團體 剛才好像 Asheran 在亞智政的協會裏面 他們也是有 家人的支持小組 那他們或者一個星期 或者兩個星期一起去見面 那大家去分享個心路歷程 又學習他們的 如何去幫助病患者 如何照顧他們 很多時候 腦水退症都是分階段 很多時候 或者家人 或者已經是照顧最晚期的病患者 或者你已經是最初期的 那我們就可以在那裡 拿他們的心得 拿他們的提示 或者會有機會 再可以 用他們的方法 會幫到你 是吧 另外 我們要建立社交聯繫 剛才黃醫生說過 我又在那裡 沈氣一點 又再說 很重要的 比如好像 開始 不要孤立自己 或者給個電話 你的老友的 喂 不如出來看 你什麼時候有空 我們出來喝茶 吃個包 喝杯茶 是吧 現在開始喝茶了 所以你可以去喝茶 另外呢 就是說 參加一些 運動 那些社交運動 現在可以上網去做一些社交運動 或者有時候 現在那些社區的地方 可能可以個人參加 比如好像太極班 或者社交舞 或者書法 任何一樣 都可以盡量去參加 另外 如果很簡單 在家裡 做圓藝 做一下花園 有時候他們就說 哇 我這麼忙 我還要去到花園 我哪有時間 其實很簡單 以前你就說 去掘泥 種植 最簡單 買一盆番茄回來 你主要就是 可以淋水 你看著它開花結果 你又開心 又可以減壓 又可以 做回自己想做的事 我覺得這個是很有幫助 是不是 還有 除了減壓之外 在另一方面 因為 你已經開始 跟我的喝茶 出去活動 如果 你知道 腦衰退症 是越來越差的 去到一個地步 他們可能 要多一點的 care 他要送去老人院 照顧 又或者 他們真的老了 要走了 當時 如果你沒有connected 的話 沒有和 有活動 和老友記 你一直都是 二十小時照顧 他 沒有其他事情 在那時候 會覺得很迷惘 會覺得很擔心 嘩 突然間 我自己人在那裡 我可以做些什麼 平時我是 可以二十四小時照顧 他 現在我一個人在那裡 我怎麼好呢 所以就是說 有社交的聯繫 是很重要 在那時候 你就會可以 繼續 你的社交活動 繼續 向你的人生 繼續向前走 好了 我們會設立個人健康目標 我剛才也是重複 再說一次 就是 你每天 應該要去 走一步 做一些減壓的運動 例如 聽一下輕音樂 或者 去 那些深呼吸的練習 或者 又冥想的練習 可以幫到你了 那你起碼 就會 比較 不會 那麼大壓力 OK 所以呢 最後 都是說 要照顧好自己 保持健康 和要 堅強 OK 那 好了 照顧了 去減壓 那 在哪個時候 要求醫 就是盡量 好像剛才 黃醫生說 不要等了 及早求醫了 那在哪個情況下 我們找幫忙呢 那 很多時候 那些跡象 我們 第一個跡象 你會感覺到 就是最容易 發覺到 就是 她的記憶 她的記性 開始差了 那 記性開始 差呢 就在哪一方面 好像剛才黃醫生說的 她 老了 記性差 不是一個問題 但是很多 有些記性 方便 你要留意 就是可能 腦衰症 開始 開始 來了 那 譬如 好像說 剛才黃醫生 都說了 就是說 她不記得 放下的東西 尤其是錢 OK 當她 抄了整間房 整間房 整間房 真是 由底翻到天 由面翻到底 由底翻到面 都找不到的話 她會告訴 她就會說你 你就會賴你了 你去偷我的錢 要麼你收了這些錢 一定是你的了 又或者 她們 會重複 問你的問題 譬如說 我吃了飯沒有? 三分鐘後 或者十分鐘 我吃了飯沒有? 這些是重複的問題 這些是其中一個 訊號的跡象 另外 就是說 計劃 或者整理的事物 有困難 譬如 好像 通常 譬如 她 煮東西 她煮東西 真的 煮得很好的 那碟菜 真的是 100% 但是在那段時間 你會覺得那碟菜 要麼太鹹 要麼太甜 要麼不熟 這個就是有個問題 那 又或者 就是說 有時候 她會很 一定 一個月 一定要去銀行 要交 或者拿錢 但是在那段時間 她是 忘記了 去交 她的標 或者 上網 不懂 怎樣 online banking 最後 跟著她的貼票 和運動方面 有困難 注意力 不集中 就是 譬如 好像 她開車一向 都沒有問題 她開車的方向感 是100%的 她可以由她家 去T&T 一定是沒有問題的 不會當失路 但是 在那段時間 她開始 有問題 她由她家 拿去T&T買菜 會當失了 又或者 譬如 好像我們中國人 喜歡打麻雀 那樣 哇 她是大贏家 但是 一定 贏了所有人 每次都 很精的 但是 她開始 不懂 數牌 又可能大上班 小上班 不懂 這些是一個 跡象 就是說 她的 想夜的 組織方法 已經開始有問題 最後更嚴重 就會影響她的情緒 或者 她的行為 那 怎樣呢 通常 她們可能 晚上睡不到 那 好像做看奸 那 半夜起床 就在那裡度步 或者叫醒你 角門 好起床 那 或者她不叫你 她又覺得肚餓了 半夜三更起床 就開始煮食了 煮完食之後 她不記得關火 那就有很大問題了 那 又或者 或者 她們 嚴重到 有時候 會有 幻青 又有幻覺 那 她會開始 或者 閉門 半夜三更 好像聽到有人 閉門 她會開到 那個大門 就在那裡看 在那裡裝 我聽到 有人閉門 或者她會聽到 外面有人好像跳舞 或者家裡好像有些鬼影飛來飛去 那 在這些情況下 真的不要等了 快點去求醫 OK 那 去哪裏求醫 那 我其實通常都是會說 去回家庭醫生 就跟家庭醫生說 個情況 那很多時候 你 我就會很 提議 就是 寫下她的問題 OK 她的 寄生 她的 行為 怕有時候 你去到家庭醫生 忘記說這些 那當家庭醫生評估 有這樣的需要 尤其是 家人 她有 早期腦衰退症 還有她有 其他的身體 好像 血壓高 心臟病 或者其他東西 他們可以 轉介給黃醫生 那 如果她的行為 上面 嚴重了 好像我剛才說 她有患性 有患覺的話 由 家庭醫生 可以轉介給我們精神科 心理衛生局 那 精神科醫生 又可以給個評估 去怎樣幫她 去 去 等她 睡覺睡得好些 行為 或者沒有這麼悶症 那 希望在這段時間 我們可以快趣些 不用這麼嚴重去醫院 那裡 OK 好了 那我下面有些 slides 那 是我們社會的資源 服務 那如果你們覺得有用 就用筆 或者紙 抄下它 那第一道呢 是個 預先計劃 那我們叫做 Advanced Planning OK 很多時候 在早期的病患者的時候 我很多時候都告訴家人 你們有沒有做持久的授權書 在這個時間 我是很推薦 很提議你們去做了一份的授權書 你和大家一起做 太太或者丈夫或者子女 授權書 我很清楚知道 很多大部分做了平安書 OK 平安書是有效的時候 就是當老人家走了之後 授權書是老人家還不享受的時候 授權書是多數是財務的管理 尤其是你們這間屋 有你們的名字 和病患者 當他們的勞需替證 越來越差的時候 他們不可以做一些 決定買賣的事的時候 授權書在那時候可以運用到 OK 做持久的授權書 就是說 當他們的腦袋已經開始 越來越差的時候 持久的授權書是有效的 持久授權書 通常你都要公正人和律師 和你一起做 所以最好就是初期做 因為他們都會問你的認知問題 那麼在我們PC社 都有的決議書是7 代表決議書是7和9 那麼7和9 都是給你的醫療 未來的醫療服務 OK 我覺得是需要做它 因為在你現在還是知道 你的醫院 將來真的送到醫院之後 你想急救 你想插口 或者洗腎 在這個時間 你可以說 我想怎樣 OK 當你去到醫院的時候 還用這份方法 告訴醫療的服務員 他們會依照你的意願 去做你的意願 OK 當你入醫院的時候 已經很亂了 你問的問題 有時都未必可以 就是 就是 清楚 告訴你的大腦 OK 所以做了這些 其實我覺得會幾好 家人會好像很多時候 很心急 很焦慮 我究竟怎樣 他以前告訴我 要怎樣 所以做了是很好的 生命熱線其實就是平安鐘 平安鐘 比如好像早期的時候 如果你很怕他跌倒 這樣做一個平安鐘 是挺好的 還有很多時候 我會跟家人說 做一個網絡鏡 做一個網絡鏡 你可以在網絡鏡 在廚房 或者在他喜歡 出門的地方 有時候如果兩個封 有時候你可以檢查 為什麼他今天沒有出過廚房 是不是他有什麼事 起碼你可以出去見他 給他一個電話 看看他有沒有跌倒 OK 這個是其中一個 有時候我會推薦給家人用的 送餐服務 有時候你不想煮 又真是很繁複的 送餐服務是其中一個 可以想想的服務 他們是星期一至星期五 但是星期六、星期日沒有服務 跟著就是我們的 BC省阿易海蜜政協會 剛才Sharon都有說過 那個First Link的熱線電話 支援電話 如果你們有什麼需要 就要給他們一個電話 他們可以幫到你 還有各個家人的支援小組 這個電話就可以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給他電話去參加 以下這幾個電話 就是我們的心理衛生局 衛生局的電話 第一個就是我們老人 老人家的心理健康的熱線電話 這個是給溫哥華的地區 跟著下去就是我們 溫哥華地區的衛生局的熱線電話 譬如你需要有人幫你和他洗澡 吃威藥或者是去廁所 甚至去廁所 弄熱的東西 又或者他們需要譬如 要社區的物理治療師 社區的福康師、營養師 這個都是全部衛生局的管理的 這個是他們的熱線電話 第三個就叫做 assessment center 這個電話是給所有年齡的人 他們是我們的心理衛生的熱線電話 這個電話譬如有時候 家人不想送他去醫院 但是又不知道怎麼做 你可以給他的電話 因為有時候我們老人家那裡 我們通常是星期一、星期五 但是AAC那裡 星期一、星期五會開久一點 到七點鐘 還有星期六、星期日 他們都會聽電話的 下面那兩個電話 就是給列治民的居民 他們的熱線電話 一個是心理衛生局 他們是給所有的年齡 但是你們都仍然可以給他們 他們的同事會回覆你的電話 下面最後那個就是 列治民的衛生局 熱線電話 你們有需要他們幫忙 就給他們一個電話 好了,我們今天講到這樣 多謝大家 多謝Winnie的分享 我們將會有 surfy的調查問題 以及zoom的投票問題 謝謝 Vinnie的 我們如果大家 還有很多疑團 或者想繼續聽更多的資料 關於腦退化症的 我們安康健康網 是在12月份 12月11日和12日 會有兩次的中文健康講座 也是免費的 是線上的 這個就是掌管你的健康 腦退化症全面看的 我們除了有 黃醫生和Winnie 會回來和我們 繼續深入探討 腦退化症的問題之外 我們還有心理治療師 有營養師 有藥劑師 也有家庭醫生 和社區的援助 我們會更詳細地講解這方面的問題 我們安康有調查問卷 希望大家可以幫我們做這個調查 在這個 chat box那裡 寫了一個英文的連結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中文的連結 希望大家可以上網幫我們填寫 那現在麻煩 Suzanne 幫我們做那個polling 我們那個zoom的即場的調查 我們來西掌 我們來做一個小小的調查 還有 我們來做一個小小的調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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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他们可以联络我们温哥或者列治文的卫生局 有这样的需要服务 那他们只是做personal care 如果你说有需要 要帮他们洗衣服啊 掃地这些 卫生局是不包的 那很多时候呢 就要找私人的 health care worker 就是私人请的了 嗯 这位朋友问我12月的讲座是需要报名的 那我们现在呢 你可以回去我们的ICON的网站那里 那我们迟些报名那里就可以登上了 OK 那还有一条问题 哦 他说 这个脑退发症呢 是 会 就是那个 时间 怎样会变得是 最坏的情况呢 就是有多久的时间给他呢 嗯 刚才我想我王医生都说得很清楚了 就是其实都每 每人的意义的 那个人不同的 其实好像王医生所说的 吃什么其他药 最重要是 有适当的运用 就是饮食 要坤衡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 有家人的支持 很多时候 譬如 我会觉得 就是如果有需要的 或者去一些老人日托中心 这个是一个 我们英文说的是 stimulation 就是不会说 整天在家里 没有其他东西 就是stimulate他的话 那他有时就会说容易恶化 ok 因为没有东西 就是和他 有人和他聊天 或者有其他东西接触 等等 所以 就是很因人意义 但是其实 都是好像王医生所说的 要有适当的坤衡饮食 运动 和活动 是的 这个真的是 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同 所以 这个长短是 比较难 难准处 可以执着的 好多谢Winnie 今天帮我们 做这个 给大家很多提示 希望大家 上去我们的网站 和我们做 我们的问卷调查 我们希望12月可以再见到大家 好多谢中桥互助会 健康网上探 交给Carrie 多谢 我们即将可以进行 我们还有这个 我们的问卷调查 也 hilarly 还有 的内容 如果 上一场的环节 并没有填过这个调查 也希望 您能够用点时间回答一下 還有我們的健康網上談的問卷調查 時間方面,我們大概三分鐘左右踏實 我們就會開始下一場中醫生的講座 請大家可以利用這個時間休息一下 大家多謝各位捧場參加了兩場講座 大家也要站起來,看看其他地方,休息一下 謝謝! 中翔的訓練 剛才有一位 Marie 問過關於中翔的訓練 關於 認知障礙症 或腦退化的訓練 我們未有定時間 不過我們將會有 一系列的訓練 我們將會開始 如果你有興趣參與 麻煩你打電話 去留言 留下你的聯絡資料 或者發送你的電郵給我們的負責人 范小姐 可以記下 之後就可以 有的時候就聯絡你了 好 我們再過一分鐘 就會停止了 今次的問卷 我們就開始 下一場 中醫生主講的牙科講座 本日最後一場 中醫生主講的牙科講座